接下來我們要介紹大家認識順序記憶的遊戲 很多家長都來問會不會閃得太快 其實我們應該相信小朋友 只要小朋友能夠堅持三分鐘 奇蹟就會發生 當然我們是由難度一開始 然後輸入檔案 難度二到難度五 都是由個位數的算珠組成的 難度六和難度八 開始是由兩位數的算珠組成的 難度九是由三位數的算珠組成的 如果小朋友能夠堅持在難度九裡練習 這個一定可以幫助到他 在深算的時候出珠是出得更加好的